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S17赛季已经开启 不知不觉王主任 已经到了四周年的节点上 根据往年的经验 周年庆必然会有一个 周年限定皮肤随之而来 我们从游戏内 千灯会的场景也可以看得到 乐剧院的场景处 有一个邀里拿限定的活动 目前活动还未开启 不过皮肤爆料已经出来了 没错她就是上官王儿的周年皮肤 梁柱 这个时候就肯定有小伙伴会问了 王儿明明是一个女生 为啥王儿这个皮肤有那么一丝像男生 诶 这你就问对了 还记得两周年的真姬皮肤 游园金梦吗 当时就是和昆曲合作 而诞生了真姬的游园金梦 而王儿的梁柱 也正是和有的中国第二 国剧之称的乐剧合作而诞生的 乐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便是全女班 生但尽丑皆为女子扮演 而王儿这个皮肤 正是讲述上官王儿 败入乐剧名家门下 学习乐剧扮演女小生的故事 那么她所扮演的生自然也就是梁三伯了 当然除了在戏剧中扮演梁三伯外 在梁柱的故事中 柱英台也是女扮男装与梁三伯相识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 将此皮肤理解为女扮男装的注音台 也不是不可以 这也是我认为这皮肤设计的精妙之处 梁柱的故事最稀美之处 便在于结局中梁柱双双画蝶 而画蝶也被这款皮肤用特效精美的展示出来了 当王儿成功刷出大招 通空而起之时 她就会化身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除此之外 在王儿E3技能命中的瞬间 也会出现华丽的蝴蝶特效 可以说这款皮肤的特效品质 绝对处于史诗以上 而其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在于 当梁柱皮肤下的王儿施放二技能时 毛笔不再是弯弯曲曲留下简单的笔墨 而是会出现一幅字卷 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直指指手与子偕老 哎呀 以后如果遇见吸引的对象 你就可以对着她丢二技能疯狂暗示了 好了最后大先来评讲一下 上一次寂寞考试中与王儿相关的题目 当时问道上官王儿在大招释放过程中 较远处有可攻击的目标 那么此时的王儿可以走位进行移动吗 答案是可以 虽然大招状态的王儿只要拖动方向键 就会自动施展大招 但当周围有可攻击目标 特别是有可选攻击头像时 王儿就可以通过点击攻击键或者头像 利用系统自动攻击进行走位移动 因此有的时候看似距离较远无法刷大 但却可以利用这个技巧拉近于敌人的距离 并顺利刷出大招 特别是当前版本王儿大招伤害有所削弱 很多时候只是靠着大招伤害并不足以击杀敌人 而大招又已经起手了 取消的话这波团战就已经没有大招 而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技巧进行走位 你懂了吗 王者青头谁威风与大仙都不点弄 我是张倩 我们下期再见